电子门锁引发对门邻居隐私之争 公共走道 资逐辟较产生邻里矛盾 漏水纠纷 如何保障各方权益解决问题 东方110带您直击三所联动调解现场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 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面 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团结和融洽 然而邻里之间难免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产生矛盾 这不 家住长宁天山地区的两户对门邻居 就差点因为一个电子门锁搞砸了邻里关系 今年3月30日晚上6点半 长宁公安分局天山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 投诉自己对门邻居新装的电子门锁 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报警人宋先生所在的小区是一批两户的构造 祝他对门的是老郑夫妇 双方是十几年老邻居了 宋先生认为对门的电子门锁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 而老郑夫妇认为自己购买的电子门锁合法合规 平时也没有故意收集宋先生的隐私信息 不存在侵权 接到居民投诉后 孙立刚决定以三所联动的形式开展调节 很简单的可能居委会的调节主任就能够解决 那么再复杂一点社区民警参与 如果说再涉及到更复杂一点的话 我们要依托法律上面的一些支撑 调节现场老郑打开门锁APP逐一向调节员展示功能 这是我的三个功能的 我全部没有录像的 你看了 这是我的开门记录 这是对吧 这是谁在开门 所以如果我超过了时间 他会提醒我呢 然而对于老郑的这番开诚不公 宋先生并不买账 明确了争议点 孙立刚让在场的律师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其实他可以记录到对面邻居开门时的这个住宅内的场景 也可以记录到这个邻居出入住宅的行踪信息 我们认为这些信息的记录 其实是属于对于公民不愿意为他人所知晓的一些私密信息的记录 所以说对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记录 哪怕是存在一个可能 其实也会产生一个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一个风险 虽然听了律师的分析 孙立刚心中有了底 但是怎么想出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避免对簿公堂成了新的难题 其实他的需求就是我家里面不要被看得到 那么我在家里面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隐私 只要把它给遮挡住 只要它不被电子模样抓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 孙立刚灵机一动 是否可以在摄像头上贴块胶布 起到人工打码的效果 这个提议得到了律师方的肯定 如果他可以做到不真措施 比如说把摄像头给贴掉 或者说承诺他不去打开这一个 比如说24小时的记录功能 这其实不是属于对隐私权的侵犯 孙立刚用一条很细的胶带贴在电子门锁上 从手机APP中可以看到 对面的门完全被挡住了 而且也不影响老郑夫妻俩人脸识别开门锁 孙立刚让在场的居委会干部拍下照片 发给宋先生征求意见 由于报警人宋先生出差在外 调解工作暂时搁置 当天晚些时候 宋先生看到发来的照片 先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复 4月27日宋先生出差回来 孙立刚就组织开展了二次调解 然而在手机APP上查看遮挡效果的时候 宋先生表示不满意 提出扩大遮挡范围至电梯的位置 宋先生的这个要求 点燃了老郑心中积压的不满情绪 说我违法违法 你有没有侵权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 也说也说 干嘛好喝就干了 不是我等一口就干了 不要知道 上次不是已经投入了 不要知道 我仍进出 你这么快来亲爱的 你以为是自己是几根充吗 你为什么骂我 我骂你什么 我骂你什么 你为什么骂我 什么骂你 你为什么骂人 我骂你什么 孙立刚健壮 赶紧指挥大家 把宋先生和老郑 给及时分开了 险些要失控的局面 在多方共同劝导下 回归到正常的调解流程 如果要打架了 那个警察往前面一站 这个架就不会打了 对吧 调解 我们调 然后嘛 有些法律上的问题呢 就请教我们的律师 通过现场询问 孙立刚也明白了 宋先生的核心诉求 原来宋先生最在意的 还是摄像头的录像功能 如果让他们走四法图形 这凝聚之间 那么就有隔阂了 这样呢 还是我们多想一些办法 来解决好这样的一个 邻里纠纷 让这个社区里面更和谐 更这个和睦吧 化解矛盾纠纷不是祸悉泥 而是切实听取各方的合理诉求 用最小的代价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三所联动机制的关键所在 在邻里之间 除了类似于电子门锁 这样的新型产物 引发的新矛盾之外 还有一类矛盾是比较常见的 也是长期存在的 比如公共走道的堆物问题 9月7日中午 长宁公安分局仙侠路派出所 接到居民张老波报警 说和隔壁邻居小李 因为楼道堆物的事情 差点打了起来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发生矛盾的两家门口过道 都堆放着许多杂物 严重挤占了公共空间 存在安全隐患 事实上 这两家的堆物矛盾 派出所前期已经调解过几次了 但双方都是口头答应 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接到这次报警后 社区民警王继民决定采取三所联动机制 尝试解决这个矛盾纠纷 当时的一个杂物堆放呢 由于楼房结构问题 张老波和小李两家门口有一条很长的过道 中间有一个转角 张老波家在装修的时候 在自家过道这里铺了瓷砖 搞清楚了双方的矛盾点 王继民心中有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 现在我们请那个律师再跟你普及一下 你们这种情况 那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要是放到法院层面来讲的话 那法院这边的一个处理就很简单 大家什么东西都不需要 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很简单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们这边如果说 你们两个一定要真到底的 那真到底的话 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大家什么东西都不用放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结论 第三方咨询 以及民事民法上面的一个角度 给居民作出解释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居民来讲的话呢 他们其实是在同一时间 我可以从不同的维度 以及不同的一个层面 获得信息的反馈 那这个对于他们一个矛盾的化解 以及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更加客观正确的一个认知 在明确了公共区域原则上 不得堆放任何物品后 当时双方陷入了沉思 毕竟这涉及到了切身利益 我是来解决矛盾的 明确了调解思路 双方开始为了走到的一亩三分地距离一争 察觉到双方情绪过于激动 调解员急忙出声制止 那个那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真的 王丁王丁说的一句话很对 很不容易 大家本着和睦调解 对我也是 你看我没有吵吗 我今天没有吵 我耐心点天热我也知道 对 就是就是我 大家还是要长久做鄰居的 对不对 那么剧委家当中 其实更多的起到 一个运滑机的作用 当他们情绪失控 以及对吧 两家 两家 两个人如果说 在谈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及时的 就是把他们分分开 然后呢 做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安慰 当时双方拿了纸笔 一边画 一边阐述自己的观点 小李的意思是 以盾角两端连线 分割走到使用权 但张老伯家的地砖 稍微铺出来了一点点 跟对端连线的话 多占了一个三角的位置 其实他们的真一点 就是在当中 大概不足一米的地方 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两人陈述完 在场所有人都意识到 引起这场矛盾纠纷的 其实是这不足半平米的 三角地带 像呢 其实我认为 就是从我们观察人的角度来看 觉得它其实是 对于目前来说 它一个状态 当然它是有一个认可的 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认可 眼看双方情绪放松了 王继民抓紧推动调解进程 请律师出面 从法理上告知双方 公共区域的使用规则 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从安全要求来讲 还是从我们这个民法上的 一个相邻关系上面来讲的话呢 据通道都是不应该堆积东西的 你们双方认可的情况下 不影响正常通行 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经过协商 两家邻居都清理了 走道上不该有的队伍 这起邻里之间纠缠许久的矛盾 在三所联动机制下得以化解 其实大多数居民呢 还是不喜欢到法院那边去走那个程序的 觉得一个是觉得很繁琐 然后很多居民呢 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公安机关 还有那个居委会这边 是把这个矛盾纠纷给化解掉 我们就是很多的一个法律问题 真的是生活当中所遂 其实碰到的更多 如果能够获得一个及时的一个解答的话 其实真的是能够 真的是避免一个问题长期化或者扩大化 带着矛盾走进社区 这也是三所联动机制 能够高效处理矛盾纠纷的关键所在 当法律走进基层 不仅为行为划定边界 也为事件发展提供预期 引导各方当事人能够趋利避害 理性的对待矛盾 而在邻里之间 还有一种让人比较头疼的矛盾纠纷类型 就是楼上楼下的漏水问题 接到居民报警后 长宁公安分局新京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报警人家门口的墙壁有明显的渗水痕迹 乳胶期一部分脱落 前两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漏过一次水了 漏过一次水之后 其实已经维修过一次 那么楼下在楼上维修好之后 自己也出了一部分费用 把那个客厅的墙重新粉刷过来 报警人家是201室 被怀疑漏水的是302室 因为前几年漏水的时候 查出来是302室卫生间的主管道漏水 顺着墙壁渗到201室 然而当物业想去302室查看漏水情况时 被业主拒绝了 为了推动矛盾纠纷的解决 社区民警丁继业和调解员 决定上门找302室业主谈谈 四天后 丁继业带着物业 上门排查漏水点 他们先去了202室 因为如果真是302室漏水的话 202室肯定也会有漏水痕迹 202室的卫生间吊顶上 有漏水情况 只不过因为贴了瓷砖看不出来 201室被水泡坏的墙壁 紧邻着2020卫生间的漏水位置 由此看来 这次漏水的源头 大概率还是302室 综合分析了这次漏水纠纷的形成过程 丁继也觉得 运用三所联动来化解这个矛盾纠纷 是最妥当的 通过三所联动 我们找到司法所 找到律所 我们作为见证人 我们来作为第三方来参与这个事情 去调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肯定比一般的调解的方式要好很多 考虑到新的物业公司 一来就要收拾上家留下的烂摊子 调解会之前 丁继也和调解员特意去了一次物业公司 我们区域的那个经理跟他稍微谈过一点 能够帮忙的话 就尽量把矛盾不要激化下去 能够处理就处理掉 等于是做了适当的让步 他是有付出的 在经济上面 调解会上 302室业主首先提出 维修时候能否引入第三方监督 像这种矛盾 当时三方当中有一方 是最后负责维修和维护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另外两个当事人 一定会心存疑惑 你这个是不是能弄好 我们考虑到这一点 因此从小区外 在其他小区 再找了一个第三方的物业 来对他们漏水的这个原因 进行了一个评估和鉴定 接着律师综合了 当事三方的诉求 把几种漏水原因 和涉及的赔偿问题 都罗列在调解书上 根据不同的结果 那么我们为他们做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安排 那么最终的目的是 要让双方都能接受 有这么一个方案 去为他们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拿到调解书出稿之后 当事三方认真研读起来 那我们想着 我回到那我再想着 有些二人一样 你怎么还能弄啊 二人自己也能弄 什么东西啊 对 他已经靠他了 没啥你来修复 就能靠他弄想 一万靠他一万别 他几顶了 如果靠下来 靠下来其实我来 有个人把你承担 二人也承担 根本就得 那一往自己靠开来了吗 要回复到女样 2011市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不应该承担责任和费用 三所联动方立即对此做出了解释 经过解释 2011市同意 如果不是302市和物业责任的话 由自己承担恢复费用 当时三方郑重地在调解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看到双方在认真看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他们从内心是相信 就是 巨委 相信司法 司法所相信我们民警 在参与的情况下 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 我是选择诉讼这样的方式 对当事人来说 无论是这个花的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 还是这个经历 那肯定相比于调解来接案的话 但都要搞得多 6月10日 在第三方监督下 物业进入3020卫生间检查 发现确系主管道漏水 目前物业已把主管道修好 漏水问题得以解决 邻里纠纷 话小事 三所联动解心结 派出所 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的相互协作 做到了取长补短 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效力最大化 那么 在居民社区里 还会发生怎样的矛盾纠纷呢 在下期东方110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